对于常跑医院的人来说 领药的叫号声绝对不陌生 有的患者因为疾病的需求 到医院就像是逛自家后院 台湾人有多爱看医生 从每年健保就诊件数 就能看出端倪 根据健保署的统计 109年全国就医总件数达到3.41件 较前两年少了2000多万件 但仍有3.3万人 一年的就医次数超过90次 前三名的个案当中 第一名就诊次数高达839次 等于一天至少跑两次的医院 看病的症状包含了神经疼痛 精神疾病还有上呼吸道感染 就去年已经是高诊次的 在今年还是高诊次大概约有四成 所以大概有五成左右是新的病人 所以我们整个这个辅导机制 还是有它的作用 至少已经减低了五成的高诊次 一年的就医次数 平均国人一年大概是16次左右 临近的国家日本为例 他们一年的民众的门诊的利用率 大概是12.6次左右 我们针对门诊的就医 应该还是要尽早去推动 多看多付 少看少付 即使台湾从106年 就推动整合门诊 尽力辅导个案 让整体就医人次下降 但是109年高诊次的患者 人就有四成都是就案 也是近五年新高 经病的症状来看 大部分是跟头痛关节炎跟失眠有关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并不符合现行 整合门诊的受案对象 他们可能或许是真的疾病的需求 但是可能也涉及到 可能有身心的这些问题 专家建议除了提醒机制之外 应该要分析这四成的民众 为何会长跑医院 并且改善就医状况 结合社区医疗 还有家庭医师的进驻 对于检查的费用 部分负担也应该要提高 让医疗资源使用更合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